我们刚才预计了大火爆发的大火爆发 《里程碑》看起来并不像一个真实的名字 我检索了这个名字之前发表过的书籍 可以看到过去的三个月里 这个名叫《里程碑》的人发布过25本不同的书 这真的是正常人具备的创作速度吗 分开这本书一共44亿 分为8个章节 每一张前面都附有一张图片 作者没有标明图片是哪里来的 但其中一些细节不符合常识 比如消防员的设备没有连接消防车 有些图片明显有后期风格化的痕迹 我尝试用一套算法给书的文字内容进行查重 发现其中重复的内容一共有242处 共重复了1478次 这些细节似乎都指向这本书是由AI生成的 我仔细阅读了书中的内容 发现它详细梳理了火灾爆发当天的时间线 奇怪 媒体的公开揭露中并没有提到8月8日当天的任何救援行动 那这本书中采用的信息到底是从哪来的 我在目录中看到书中第六章的名字叫做媒体的操纵与谬误 但打开正文 这一章的标题却变成了成因 神秘的作者离谱的谬误模糊的信源 这样一本书是怎么光速上线的 调查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美国的自主出版平台 他告诉我通过他来发行图书 我可以拥有更快的出版更多的收入 我决定自己试试 我先用AI生成了一本有关夏威夷火灾的书 作为我即将发行的作品 耗时两分钟 回到自主出版平台 注册 填写信息 上传作品 设计封面 搞定 流程实验完 一共用了五分钟 距离我上架这本完全是胡编乱造的书 只差点击这个按钮 这本名叫火与怒的书 就是通过这样的流程 在火灾爆发后光速上线 美国的社交媒体上 关于这本书的讨论将近6000条 互动量超过了3100万次 我提取出网友对这本书的讨论内容 注意到这个词了吗 气候变化 这是这本书讲述的火灾原因 但事实上 火灾的成因并不能简单归结于气候变化 在华尔街日报的一篇报道中 夏威夷电力公司明知野火威胁 但多年未采取行动 当地官员表示 这是因为政治上的重心是发电 而非防火 但这本把火灾原因简单归因于气候变化的书 仍然在上线的一周之内 就飙升到了销量排行榜的第一名 我很好奇 美国政府至少在五个不同的部门 都设置了打击虚假信息的办公室 为什么在夏威夷火灾中影响巨大争议 颇多的一本书 没有得到他们的关注 反而是社交媒体上一些指责美军救援不到位的内容 遭到了实时核查而被下架 灾难背后是谁在操纵虚假信息的生产 又是谁放任虚假信息的传播 深陷火灾中的美国民众就应该被这样白白消费了 都许 都许